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政府113年度地方基层座谈会 7号是开拔到了丰冰箱 随着12号每人3000元的振兴券发放作业的到来 在地村长也相当的关注 尤其乡村部落相当多急在人不在的情况 对于委托带领相关的细节 也在现场一次问好问满 花莲3000元振兴券即将在10月12日开始发放 相关发放领取细节 成为了县政府奉兵箱基层座谈会议中 各村村长首要关注的议题 比上去年人过得多 马上要走 那个小孩子大概是 然后是在这一旦复兴 那基层的人 因为基层 要是对人基层的家庭 有的人是不同意 就有那么容易用 大根基层的基层 基层的基层 但是其他的地理内 是一个政签的印章 也太好了 好 董事 外省基层的欠结书 只要签出来给我们 我们收了就会发 由于偏乡部落有相当多 即在人不在的问题 有关委托书 需受带领者身份证 证本以及签章的带领规定 村长认为十分不辨明 社会处长明良真则一并做说明 五个人资料 重点就是 你还是要对方的印章 身份证 对不对 你身份证人家太坏 你导致他自己回来 对不对 你如果他太坏 那你身份证就是让他自己回来 所有的委托 你们都收到我收拾了吗 所有的委托的话 一定要身份证的政府反应 你现在人在外地 用传真 或者是用外传给你们出去练习 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另外一个动作 签名 签名或盖长 就这样 一定要有这个动作 新政府113年度地方基层座谈会 今年上午开拔到封冰箱 除了宣导各局处重要政策与规划 包括了农水署 林保署 观光署 以及公路局 台水电等中央铸地机关 也派代表人员与会 就各村村长以及公所 提出曾经建议案 依照了所属管辖 提出解决方案 比较很急的 那现在不用先预算来补助 那如果比较长远的 数字也比较大 机能比较大 那我们就跟中央一起来努力好不好 县长许正位也指示 相关局处尽速了解需求 协调公所或者是中央驻地等有关单位 来办理实地会刊 尽早解决相亲民众的问题 封冰采访报道